她就不叫... 能成為想像中的自己嗎? 我想成為什麼樣什麼樣的人 然後我就...我就一件事情都沒有做到啊 這是我想要的嗎? 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 今天想看部好影集嗎? 這次要介紹的,是話題不斷掀起熱議的 《台北女子圖鑑》Women in Taipei 這部影集一共有11集 目前已經播出了7集 還有4週就會迎來完結篇 故事敘述在台南長大的林依山 在大學畢業之後離鄉找工作 希望能在台北成就自我 每一集的故事橫跨兩年 描繪了依山是如何從懵懂的社會新鮮人 蛻變成為她心目中理想大人的模樣 並從每一集不同的戀愛關係裡 找到成長與改變的契機 本劇除了前兩集掀起了戰南北的熱議之外 到了第三集開始變成患男友話題 例如從依山來到台北甩掉的第一任鄉親暖男 到直接轉身逃跑的辦公室戀情 還有一度變成小三 甚至是差點加入豪門 以及面對不婚不生的男友等等 也因此我們覺得影集中所呈現的各種戀愛對象 根本可以說是一部台北男子圖鑑 雖然他們看似短暫出現 卻也形塑了一直以來都不是太知道自己要什麼的林依山 其實這些戀愛對象多多少少呈現了某些類型的男性 是在生活裡或是媒體中會看見的形象 但或許就是因為這些男性在本質上有蠻大的差異 當劇情安排讓他們都愛上同一個人 就會變得比較難以說服觀眾 而當每集換男友時,少了前後的鋪陳 以至於當宜山開始一段關係時 觀眾還來不及投射就要結束了 對這些角色就會產生距離感 更加難以理解宜山的心態 所以在今天的節目裡 我們將會透過盤點已經出現的台北男子 來帶你看懂宜山的轉變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請先訂閱頻道並且按下小鈴鐺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聽我們聊更多的好作品 影集的前兩集,描繪了20出頭的宜山 來到了永康街投靠小阿姨 以及她後來離家獨立的經過 剛來到台北人生地不熟的她 不僅感到難以融入 更是因為自己的青澀與單純四處碰壁 而在這過程中,耐心陪伴,幫助她站穩腳步的 是剛剛頂下了面墊,為夢想拼搏的阿南 阿南這個角色有別於吳建和以往演出的《傑傲不遜》 在劇中以家香味和愛心便當贏得了當時極需要撫慰的宜山 然而對宜山來說,旁觀阿南為事業犧牲一切的模樣 不僅沒有想像中的帥氣 更多的是害怕成為同類人,過著拮据頻繁的苦日子 再加上當時在面墨公司做客服 宜山發現自己無法從阿南獲得實質的建議與支持 也因此相較於後來認識、擔任業務、口才遍及的尤漢宗來說 阿南只剩下續寒問暖的功能 也因此讓兩人之間出現了隔閡 而這段互相扶持卻又漸行漸遠的戀情 相信也會讓人回憶起學生時代 那些無法一起成長,最後無疾而終的感情了 劇情來到了第三集 和阿南分手的宜山,和原先就有好感的尤漢宗交往 然而單純的他卻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遊戲人間的男友 很快地就被對方給甩了 也讓宜山被動地和積極求愛的沈華慶在一起了 相較於漢宗的《長袖善武》 宜山和個性溫吞的華慶交往比較像是寂寞使然 也因此當華慶出國外派時 兩人就很自然地順勢分手了 這時候的宜山在愛情中自意揮霍 但也還算是能夠全身而退 畢竟這時候才剛出社會的他更加重視事業 也因此就算感情踩雷了,閃人就好,沒有負擔 也就有了這兩段名副其實的素食戀愛了 因為戰戰兢兢也積極主動 讓宜山在公司受到重用 但他卻發現 新來的行銷總監Alan 老是與自己的上司異君衝突不斷 讓作為小兵的宜山時常夾在其中進退兩難 不過或許是因為宜山單純又認真 引起了Alan的好奇心 兩人就展開了全力不平等的辦公室密戀 對宜山來說,這段戀情沒有刺激的興奮感 只有讓他像做敲敲板一樣提心吊膽 而且這個如履薄冰的感受 在主管離職Alan成為直屬上司之後變得更加激烈 相對於同事莎莎 大方面對辦公室戀情的態度 以及操弄男友老闆的手段 此時的宜山發現自己就像小孩玩大車一樣 在工作和感情上都失去了控制 於是宜山決定分手離職 一口氣要拿回自己人生的主導權 可能因為一週播一集的關係 觀眾對於宜山的心路歷程難以連貫 很容易會在看到這個片段時 覺得他不知感恩,不知道在抱怨什麼 事實上,如果回顧前四集我們會說 宜山對待這四任男友 很有可能都是處在邊走邊看的狀態 因為對於現在的他來說 世界的展望,以及想要隨心所欲的自由 重要性都大過於經營感情 再加上這麼年輕,還在探索人生 所以當發現伴侶期待自己配合 例如,希望他當面殿板娘的阿南 或是像Alan這樣多次介入安排他的忍生 難怪會嚇得他落荒而逃了 在第五集播出之後,網路上又再度炸鍋 因為觀眾沒想到會看到尺度這麼大開的桂輪美和石頭 看到不少留言抱怨,兩人之間實在出現太多舌頭了 原來在健身房看對影的兩個人 在一夜情開啟了這段有如修羅場的愛戀 何劍環是個彬彬有禮,進退有度的紳士 然而身為人夫的他,在上床之後才跟對方說自己崇尚開放式關係 讓好奇又抵擋不了性誘惑的夷山越陷越深 還一度找上對方的妻子攤牌 或許夷山是從上一段被控制的關係中想要徹底解放 也或許是發現自己正在走向小阿姨當小三的老路 我們覺得這時候的夷山,就像是在自我毀滅似的 有如飛蛾撲火 他誤以為自己玩得起這樣的愛情遊戲 卻沒發現自己像是小孩玩大車般 做不到把性與愛分開 而最後得知,劍環拒絕離婚真相時的崩潰大哭 也是讓我們印象最為深刻的一場戲 如果他要跟我離婚 或是去跟其他任何人結婚 我都不會阻止他的 你或許可以想一想 他為什麼不這樣做 儀山在第六集迎來了30歲這個人生重要的里程碑 移山在第六集迎來了30歲這個人生重要的里程碑 同時也在派對上認識了集團少東高松全 由於兩人在工作上的相輔相成培養了不少默契 儀山也和松全的大嫂敏敏成為了朋友 得以一窺豪門生四海的世界 此時的儀山在事業上獨當一面 甚至可以一展長才,幫男友拓展事業 然而這一段看似穩定且相知相惜的關係 卻因為未來婆婆的強勢干預逐漸變調 再加上敏敏的前車之見 更是讓儀山再度確信 豪門媳婦絕對不是自己嚮往的人生 而敏敏的崩潰更是成為了儀山 決定離開的最後一根稻草 這一集的片名《信義區隱形的巴別塔》 借用了《聖經中人類擁有不同語言》的起源故事 因為人類的野心 新建了一座通天高塔巴別塔 希望能夠藉此接近上帝 但最終卻被上帝摧毀 讓人類從此說著不同的語言 而無法輕易合作 而這一集片名中的巴別塔 正是在隱喻往上攀爬的儀山 甚至是主長基金會的敏敏 以及一頭熱創業的崇拳 都不該忘記自己原先的位置 因為再怎麼努力 最終還是會被家族的掌權者大手一揮給摧毀一切 而堅持自由的儀山 也終於意識到自己和那些受困在豪門裡的人不同 松全終究說著不同的語言 活在不同的世界 即將進入33歲的儀山 開始發現身邊的人聊的話題 竟是一些調養身體、準備懷孕 甚至是診斷補孕這樣的消息 這也讓他開始省思 是不是該去動卵 或是跟另外一半討論未來 然而什麼都好的男友吳之父 卻老早就擺明不婚也不生 對他而言 什麼東西都要分得一清二楚 不管是餐盤裡的食物、櫃子裡的備品 甚至是一人一張的單人沙發 這都是他所堅持的原則 最終也因為儀山要求承諾 讓這段關係走向終點 事實上我們不免懷疑 其實儀山不一定是真的這麼想結婚 也不一定這麼想要生孩子 反倒是因為男友的在山聲明 以及朋友們的不以為然 才讓自己覺得好像被剝奪了什麼似的 從大學時代到現在 從台南到台北 其實儀山心目中嚮往的 就是一個有著模糊輪廓的理想 那就是能夠在光鮮亮麗的城市裡 成為獨當一面、隨性所欲的大人 然而在幾段戀情中我們發現 其實他所追求的理想 具體來說就是自由 不管是第一集想要離家的人生自由 第二集的財富自由 三、四集的意志自由 甚至是第六集的家庭責任自由等等 當有人妨礙了自由時 儀山就會毅然決然地離開、重新開始 也因此當他發現 自己在這段關係中想要保有結婚生子的選項 卻不可得時 就覺得像是被剝奪了選擇的自由一樣 才會逼男友表態 讓自己可以放手離開 所以我們覺得,儀山這一路走來 其實是透過割捨自己不想要的 逐漸去認識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有些台北男子根本就不適合他 有些則是在錯的時間遇上了 那麼接下來還有小鮮肉范少勳 帥氣主廚周厚安 甚至還有守候在身邊的閨蜜王伯傑 不知道儀山最後會情歸何處呢? 歡迎你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你印象最深刻的男友是哪一任 也可以到各大Podcast頻道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聽我們聊更多的影視作品喔!